特斯拉要进军印度市场了 这个是件大事啊 特斯拉从去年开始呢 就不断的有消息传出来 他要进军这个印度市场 同时呢也是不断在努力和进步着 最近啊特斯拉印度的推特账号 也发布了一条消息 说特斯拉最近得到了 本地的有关部门的许可 准备发布四款特斯拉车型 具体是什么没有更多的信息 但估计呢是model 3和model Y 以及他们的变体 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 特斯拉在印度市场的潜在可能 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以及特斯拉印度在全球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也会聊一下 股价的超级长远影响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提前点赞 表示对本频道的支持 印度一个神秘的国家 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印度的文明史呢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 印度的国土面积 大约为298万平方千米 耕地面积为153.5平方千米 是亚洲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印度人口大约是13年9亿 仅次于中国排在世界第二 配合着高生育率 可能在2027年甚至之前 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这么多的人口总数 绝大多数的人呢是没有车的 靠的啊基本都是小摩迪 三轮车或者公交车出行 即使这样印度还是全球 第五大的汽车销量国 前四分别是中国 美国 德国 还有日本 每1000个人中 大约有22个人拥有车 然而202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 240万台的车的销售率 电动车只占5000台 航华车的市场呢 更是小之又小 特斯拉在这样的环境里 会有机会吗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啊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其中呢看到一个CNPC 在今年3月份做了一个视频 标题是 特斯拉在印度能成功吗 我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进去看了看 结果不出我所料 他们的基调 基本上就是特斯拉 在哪都不太会成功 在印度能量的中央 特斯拉在印度能量 在印度能量 也很少 在印度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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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市场 Mindia And when Tesla does come to India it will be entering the EV market in its infancy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is still not up to where it is supposed to be And most of India's power grids are still coal powered And power outages especially during monsoon season for example are very common Some of its signature features may not be available either A lot of technologies that the Tesla does have may not work in India I think it's like autopilot and autonomous driving and those kind of features 视频里他们说豪华车市场很小 特斯拉在短时间之内估计卖不出去几台 加上经常性的季风暴雨 充电网络也无法摊开 很多科技比如自动下驶也无法实现 虽然他们的结论我不完全赞同 不过他们的观点我也是吸收了的 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忘了在哪听到一个故事 说有两个推销员想去非洲卖鞋 当他们得知非洲人本身的习惯是不穿鞋的 就喜欢光脚走 其中有一个就打了退堂鼓 说他们没有穿鞋的 我在那怎么可能有市场 另一个就会说天哪 他们那里没有人穿鞋 那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市场 这可能就是世界观不同导致的结论不同吧 为了更具体的分析 我收集了以下数据 请各位看官做好符文 一辆美国产的特斯拉Model 3 在什么配置都不佳的情况下 售价大约是39,990 算4万美金吧 运输、进口关税、消费税 咱们暂且都不算 这个价格换成印度卢比 大约是290万印度卢比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020年 印度的人均GDP是16万印度卢比 大约是2338美金 对于平均的印度人来说 不吃不喝不花其他的任何钱 也不算消费税关税等等 大约需要至少16年以上 才能负担起一台最基本的特斯拉Model 3 同样的假设放在美国呢 只需要7个月就能负担起一台 这个假设情况 在全世界各地的对比呢 体现在这张图表里 排名第一的是卢森堡 只需要4个月的时间 墨西哥包括中国排名稍微耗后 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 印度的16年看起来 是不是非常的夸张 排在最后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可能会问 靠这么穷 特斯拉去那凑什么热闹啊 其实啊 和这个需要4年 甚至更多时间 才能购买一辆 特斯拉的这些国家一样 平均财富其实不是重点 财富的分配 还有这个贫富差距 才是更加的相关 2020年的统计表示 在印度资产超过百万的人 大约有70万人 10万到100万美金的 大约有1500万人 还有大约1.9亿人的资产 在1万到10万美金之间 虽然占比不多 但是绝对数量是不少的 这一上下的人群 其实是特斯拉的潜在客户群体 其实印度人有钱蛮多的 对吧 大的科技公司 例如我的前东家亚马逊 都有很多的部门 包括外包设立在印度 甚至之前 波音公司 他们不是也有很多的 这个程序员在印度吗 由于语言的优势 还有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 他们多从事一些软体 或者高科技行业的工作 这部分人权啊 其实是有消费实力的 他们的语言呢 没有障碍 再加上油管 推特什么的 也是随便上 对西方世界 还有文化 多少的了解 相对来说 是比较轻松的 这两天呢 我也是逛了很多 这个印度的论坛 还有印度的油管视频 虽然不能完全看懂 就尽量看看评论 还有这个字幕翻译 很多人虽然人在印度 但是思想还是比较前卫的 也有很大一部分群体 表示出对特斯拉 进入印度的渴望 比如这位500万粉丝的印度博主 叫Madame Goury 就在推上喊话 马斯克 说请尽快在印度发布特斯拉 老马也是很给面子 就回复他说 哎呀我也想 但是进口关税 是这个世界上大国里最高的 好像和燃油车的待遇也差不多 貌似和印度的气候目标 背道而驰 这里的印度的气候目标 其实是他们的2030年 计划达到100% 全电动车的一个转换 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提前 而且他们的交通部长 应该叫Netin 说他很自信 5年内印度会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国 包括电动巴士 汽车 两轮电动车等等 两轮电动车应该就是摩托车了 然而2020年销售的 240万台车子里 电动车只占5000台 可怜的只有大约0.2% 为了保护本国的电动车 能够不被外来势力所侵袭 他们有着非常高的进口关税 大约4万美金以上的车子 关税会达到100% 4万以下的车子会有6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和20年前 这个国内的进口车产税 好像是差不多的 本土的电动车他们做的如何呢 现在他们最大的电动车企 在班加洛尔叫做Mahindra Electric 目前只有一个型号 叫做E Verito 迄今为止卖出6000台左右 找了一段视频 就是印度世家的视频 放给大家看一下 看完之后也不用多说什么 一切尽在不言中 再加上印度的基础测试 其实很差 不管是道路还是充电桩 电网也不稳定 时常的停电 你让一个见过世面的 喜欢特斯拉的 有钱的印度本地人 如何下手去买这样的电动车呢 现在印度的情形就是这样 一方面有着足够的人群 有着对电动车 甚至豪华车的需求 另一方面 他们自己的品牌 只有0.2%左右的市场份额 再加上2030年 还有一个100%电动车的 一个目标需要达成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 我个人的预见 这就是一个特斯拉 完美风暴的起始点 然而问题来了 印度政府设那么高的关税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本土的企业 马斯克的特斯拉 凭什么那么容易让它进来呢 别急 马一龙何许人也 2019年1月份 马一龙开着特斯拉 停在了中南海的紫光阁 被李总理接待 在随后的交流中呢 马斯克说 要把中国的上海 打造成全球的范例 总理甚至都说 要不我给你发张绿卡吧 这就是马一龙 有着非常强的实力 也非常容易和这个高层相处 并且在世界各地 都有不同的国家 向他不断地抛出橄榄枝 两年多过去了 上海的全球范例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特斯拉在中国的影响 不仅局限于自己 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 大家都应该看在眼里 特斯拉进入中国之后 那些国产品牌一个个 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 帮助中国变成世界上电动车最领先的国家 这些故事讲给印度的总理莫迪听 再想想印度2030年百分之百电动车的目标 它能不缠吗 其实莫迪已经缠特斯拉的身子久矣 在2015年呢 他就受邀参观了特斯拉在加州的Fremont工厂 从这段画质模糊的视频里可以看出 双方都是非常渴望合作的 除此之外 特斯拉其实还有很多张的王牌在手里 最直接的就是可以帮助印度达成他们2030年的目标 通过建厂、减生产线、打开供应链 还可以帮助它本土的电动品牌的发展 甚至可以帮印度建设这个完善的充电网络 除了车子之外 特斯拉在能源方面也是非常适合印度的环境和需求的 印度常年间歇性的停电 原因就是供电不稳定 有了Megawall的帮助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再加上特斯拉太阳能板和印度超强的日照等等 将来煤炭发电都可能大幅度的降低 甚至像和上海政府签订这种对赌协议 或者是纳税承诺等等 都是可以将来作为王牌打入印度的 特斯拉的下一步行动 我的预测如下 先进口车的零部件 在印度境内建工厂进行组装 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整车进口的关税 直到新的关税政策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特斯拉需要跟印度政府周旋下建立工厂 并且建立完善的充电网络等基础设施 并且要供其他的品牌使用 尤其是本土的这些品牌 特斯拉将会进一步推出2.5万美金的车型 或者一些符合印度本土独特市场的更便宜的车型 甚至1万美金 甚至一到两人乘用的电动车型 特供印度市场 甚至有一天开始设计生产电动三崩子 电动小摩滴 我觉得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甚至这种赛博朋克风格的小摩托 开在印度街头多拉风 能源方面 特斯拉会建立太阳能牧场 同时搭载Megawall来帮助储能 利用天然的日照优势来获取电力 并且利用能源存储来更好的 更稳定的改善印度的断电的问题 再加上马斯克自己的Starlink 其实已经在印度开始预售了 可以大幅的为偏远地区提供高速上网等等 这些都是和特斯拉合作的一些附加的诱人的点 其他的关于Boring Tunnel 这个地下隧道什么的 可能有点远 但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至于这个自动驾驶 印度的交通 大家都应该知道 路况的复杂程度 在世界上都屈指可数 满街的摩滴 马路上有洞 甚至动物 行人 错综复杂 如果自动驾驶可以在印度解决 那么去火星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了 这个将来有机会再说 至于对股价的影响 我个人的余见是可能会产生2019到2020那种上海工厂交付之后的大幅度的增长 当然一切要在产能进展顺利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至于遇到的挑战 政治因素的阻挠 既得利益的干涉 这个不管在哪都可能发生 不是我们频道的重点 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其中的上上下下可能会短期影响股价的浮动 以上呢 揭示个人的看法 不构成投资建议 对印度这个国家 以及风土人情 了解的也是少之又少 要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指出和补充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